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万众期待的第11代 Honda Civic 这一次新车有三个车型 而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 就是顶级版的 RS 可以看到它前面有 RS 的名牌 还有 Starsoon 的雾黑轮圈 让它的运动化层数更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辆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一下车头的设计 因为这个是顶级的 RS 版本 所以它在这边有个 RS 的名牌 然后这个大灯是一个卖点 因为在以前的 CV 上面 只有这个 1.5 Turbo 的版本 才是 LED 的灯树 但是据悉在这一次 所有的版本都会搭载这个 LED 的头灯树 所以不管你买到哪个灯机 也都不需要担心 自己还要另外去改灯 另外有一点点跟国外版的差异是 国外的 RS 版本在这个下存这边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空力套件 但是在马来西亚版本是没有的 马来西亚版本的 RS 主要是在这个轮圈方面 它采用的是 18 寸的这个雾黑轮圈 看起来是非常的有感觉 而且原厂配来的轮胎是 Michelin 的 PS4 所以代表着这辆车的这个操控表现 应该会不错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车侧 在车侧的部分 这边有我刚才说到的 18 寸雾黑轮圈 然后这一些细节上面例如说这个 左右的后视镜 还有上方的鲨鱼气天线 还有它的尾翼 采用的都是 Piano Black 的材质 但是它没有采用时效流行的 黑色车顶设计 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啦 不过大家买了车之后也可以自己去 做这个 涂喷漆啊或者是其他的 方法让它变黑色 在这个车长方面 它比起上一代都更长 而且轴距也从之前的 2700mm 变成了 2736mm 代表的是它的内部空间会更宽敞 其实在刚刚我已经做进去这个内装测试了 但是因为这个保密协议的关系 所以这次的影片 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看看它的内装设计 不过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 网络上面看一看 其实都差不多的 所以在尾部的部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代CV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这个尾灯组的设计很大气 而且大家可以看这个3D LED光调的设计 其实跟车头的LED 日间行车灯是有一个相呼应的design 我觉得这个联动是很好的 然后 很多人说这个尾灯组看起来没有上一代那么动感 但是我觉得这样 斯文大气的设计 才比较符合我这样的年纪 然后 这边有一个RX的名牌 Piano Black的尾翼 然后为了凸显它的运动氛围呢 原厂在下面配置了这个 双边单出的排气管 视觉效果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这个引擎的部分 全车系都采用了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上一代的引擎马力表现是173PS 峰值扭力220Nm 匹配的是CVT的变速箱 那么在这一代有什么改良呢 原厂表示呢 它在这个引擎的油门response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它的马力表现也提升了不少 如果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 泰国版本的 CVT F1呢 引擎马力是177PS 但是马来西亚版 高达182PS 如果是放在同级的车款中 这样的引擎马力 其实是非常高的 至于峰值扭力表现 则是在240Nm跟泰国版本一样 变速箱同样的是CVT的变速箱 另外也提供了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 0-100的加速 暂时没有官方的消息 如果有以后我们会为大家补上 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同样的根据原厂未确认的消息 这款车全车系都有HONTA SENSING安全配备 全车系哦 而且它比较特别的之处就是在于它这一次 它等这个前面的镜头也跟外了 而且它多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当你在红绿灯的时候 你的前方有车 前方的车子已经离开了 但是你没有察觉到 车辆感应到这个情况 它会给你通知 如果说你是一个时常在红绿灯前面玩手机的人 然后这个功能我觉得会非常的好用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的简短新车介绍影片 因为这一次内装没有办法看 所以大家应该会有一点点 看得感觉不过瘾对不对 没有关系 在这个新车发布的时候 我们会为大家 带来这个更完整的新车介绍 而且新车发布的时候 还会有简短的试驾影片 大家记得要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